評估中共官員貪污金額有多少 顯然是一件勒手的事 這些非官方錢財 經常被外界稱為官員的灰色收入 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發布的一份報告中 對中共官員的非官方收入進行了估算 報告作者研究了中國2006年至2013年期間的住房公積金記錄 並將官員報告的收入與其構次房產所需的收入進行了比較 得出了三個結論 首先中共政府官員的平均非官方收入佔其官方收入的83% 而這個比例隨著官員級別的上升而急劇增加 第二從貪腐發生率來看 估計若有13%的官員有非官方收入 而這個比例也隨著官員級別上升而加大 例如8%的非正式政府僱員有非官方收入 而65%的政局級官員有非官方收入 第三中共政府官員的工資並不低 因此他們的非官方收入並不是來自對低工資的補償 研究人員表示 他們考慮了可能影響研究結果的各種因素 例如官員是否在購買公寓時獲得折扣 父母有錢 能夠購買更多房產的公用事業補貼等 並表示在每種情況下 我們的結論都沒有受到實質影響